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絲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清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跟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一種療劑 好 這次跟大家分享另一種療劑 叫做Hammamelis virginiana 英文叫做Witch Hazel 中文是北美金柳梅 北美金柳梅 如果你看回北美金柳梅 這些療劑的顏色通常是深紅色的 草的汁提升出來 顏色是深紅色的 我們用傳統的異形補形這種原則之下 應用療劑 我們都知道這個北美金柳梅 應該應用在一些出血流血 或者血管的毛病那些問題 那麼Hammamelis 北美金柳梅 我們通常可以用在一些受傷 機械性的受傷 包括燒傷 起碼初步第一度的燒傷 可以當作局部應用 它可以說是比美金柳梅 和金棧花在同一個療法裡面 應用的地方 好了 那麼北美金柳梅 其實最主要是可以用在什麼呢 用在一些 質疑 E 超障物炎 soit mg 中 成數 增傷問題 ocń制 馬上去� 是症悶 不好 致ienst gi 治療 都是一個肝門的症悶問題 還有靗寶的症悶問題 這些是北美金柳梅最常用的應用 北美金柳梅本身的特性屬於修煉 修煉是收縮的組織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會用一種釘劑來應用 主要應用的地方就是對於一些靜脈的外製 即是磁製了的Venostasis和靜脈的薄藥 什麼叫做靜脈的薄藥呢 靜脈的薄藥呢 通常有靜脈的薄藥會出現磁瘡 靜脈的腫瘡問題 很容易癒傷 筋膜是比較鬆弛的 那這些情況呢 通常出現在生了小孩之後 那通常這些女性呢 就進入了一個我們叫做靜脈的呆製 Venostasis這個狀態 那通常呢 他們會比較寒冷 怕寒 那個血循環差 那通常呢 就出現那個靜脈的腫瘡 那個磁瘡 還有便秘 那就是說呢 很多時候呢 女性呢 生了小孩之後呢 她那個肛門的彈性呢 就是缺乏了的 那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呢 如果我們不是及早去處理它呢 這些問題呢 是可能呢 是變成一些慢性的病的 好了 在應付靜脈的那個癌製 Venostasis的療劑呢 其實有三種主要的療劑 那第一就是Balasperinus Balasperinus Balasperinus 就是英國初谷 那另外就是Sipria Sipria就是那個蜜魚汁 那第三種呢 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Helmanmelus 北美金柳梅 那 那 那除了那個靜脈的那個 癌製 那個情況之下 應用 那這個也都是用在一些 我們稱為 就叫做被動式的流血 被動式的出血 pensive hemorrhage 那 在同類療法呢 被動性的出血呢 就是說那些血呢 就比較是暗色的 而且是慢慢滲出來的 那通常在同類療法的古典書裡面呢 我們就會用在這些這樣的字眼的 那另外一個字呢 就叫做Active Hemorrhage 是主動性的流血 那主動性的流血 那通常的意思就是說呢 那些血呢 就是很鮮紅色 還有呢 就是衝出來的 很急的 那這些字眼呢 通常呢 在現代的醫學上呢 都很少用這些字眼的 那但基本上呢 在同類療法呢 我們遇到這些的字眼呢 我就是都明白它的意思了 叫做一些暗的 滲透的 就是慢慢滲出來的那種血呢 我們稱為被動式的流血 那急的流得很快 很鮮紅呢 那這些呢 就是我們稱為主動性的流血 那其實這個也不一定是 是不是那個動物的流血呢 或者是靜脈的流血的 總之呢 那個血的顏色 和那個流量呢 是決定我們 什麼叫做 passive 什麼叫做 active 就是主動 被動和主動的 那Hammamelis 那Hammamelis 北美金柳梅呢 通常呢 很適宜用在 生金車之後 處理那些乳傷 或者是皮下出血的問題 那你試一下呢 通常呢 你第一時間 我們都會想到 用Annega 生金車 那但試過呢 咦 不是記得啊 那就 尤其是呢 當這個乳傷呢 是開始變暗子 還有呢 是好 那個範圍擴大了 那我所謂就是乳斑 出現乳斑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的尿劑 可能生金車不足夠的 OK 比如一個小小的 在那個手臂 可能撞傷 打傷 那整隻手呢 開始呢 就變色 開始乳黑了 乳色了 那這種情況呢 我們可以想起呢 就 Hammamelis 北美金柳梅 那當然呢 我通常呢 第一時間才會有生金車的 那但如果 生金車呢 只是幫助到 幫助到一些痛 但也幫助不到那些血 那些乳血 是散播了 那我就可以呢 就想到 是Hammamelis 這個療劑 即是說 生金車之後呢 可以用 再加上 就跟隨 就用那個Hammamelis 好了 那 在同一個療法呢 是遇到一些 另外一個 就是遇到一些 那個乳霜 是很廣泛性的了 這種情況呢 我就另外一個療劑 就是Sulferic Acid 就是流酸 對一些 乳霜 是擴大很廣泛性的 OK 通常呢 可能是撞傷了 之後 那他就瘀了 那就生金車試過不行 再試過Hammamelis 那樣 那通常呢 就可以呢 就是跟進的療劑 好了 另外一個應用的地方呢 就是那個子宮出血 Uterine Bleeding 那通常呢 是子宮呢 可能呢 滯留一些乳血 那些乳血呢 可能呢 就在 在那個 排卵那時候出現的 那 即不是一個正當的驚奇 那時候出現 是排卵那時候出現的 可以這樣說呢 是驚奇之間的流血呢 我們可以考慮呢 這個Hammamelis 這個療劑 那Hammamelis 呢 北美金柳梅呢 都可以應用在一些 那些痛的腫瘤 那些腫瘤是痛的 那關鍵的症狀呢 那些腫瘤呢 看上去呢 是要藍藍魚魚的顏色 就是這種情況的 腫瘤 就可以呢 是應用 就是用在那個 北美金柳梅 就是整個釘劑呢 是塗下去的 好了 北美金柳梅呢 還有一個最大的應用呢 就是磁瘡 這個可以說呢 今天最常應用的 那所以市面上呢 你很多時候你會見 買得到呢 有些叫做 Witch Hazel 的 Suppository 那些全膝的 那些膝肝肝門那些的藥 那通常呢 你要看到呢 那個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那個 Witch Hazel 就是Hammamelis 好 那還有一個情況呢 我們可以用呢 就是那些燒箱 也是燒箱 尤其是初步的燒箱呢 我們可以用那個釘劑去塗 去塗 塗到那個燒箱的地方 好了 另外一個應用呢 就是我們 有了整天叫做 尼克遜的病 就是Nixon 的病 因為為什麼呢 我知道呢 前美國總統尼克遜呢 曾經是患了一種 靜脈炎的 Probitis 那就是通常呢 就是說呢 靜脈那裡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血呢 就是全失了 那整隻腳呢 就靜脈肿脹 整隻腳都腫起來的 那這個是因為 尼克遜曾經患過 傳媒報導過 那我都經常叫做 尼克遜病 那其實這種病呢 很多時候呢 出現是一些孕婦啦 還有那些人呢 是在長期的機票 我們叫經濟艙的症候 那些人呢 是長期坐在飛機上 不是很動得 缺少動動呢 那就搞出這個 靜脈炎 Probitis 那可以可大可小的 那所以呢 這種情況呢 我們可以想到呢 是那個北美金柳梅的這個療劑 好了 那另外一個情況呢 就是出現那個 那個 靜脈的溃陽 溃爛 Varicose ulcer 靜脈的溃爛 那這個情況呢 我們可以 就用一種釘劑 去敷下去的 那也都當然呢 可以吃那個療劑 和草藥的釘劑 那個療劑 我通常呢 就用比較 分能低一點 6C 那還有一個應用呢 就是那個 草藥的釘劑 那作為外用外敷呢 是否燒傷的那些外敷呢 我通常呢 就用一些湧布呢 是浸濕 這些這樣的釘劑 加水呢 是直接敷下去燒傷的地方的 那通常呢 我們有很多療劑 是對付灼傷燒傷的 那通常我們第一個療劑呢 就用那個呢 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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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叫斑茅 也叫西班牙 烏鷹 是斑茅 那通常呢 也有時候呢 如果你用那個 斑茅 加些水呢 是可以 倒在那些燒傷的位置 那當然呢 斑茅這個療劑呢 可以說呢 是燒傷第一時間可以應用的 如果你沒有其他東西呢 先用斑茅都可以的了 好了 那 那 北美金柳梅 Witch Hazel Helman Malus 其實最容易 最常用在 最主要用在的地方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痔瘡 和那個 靜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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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cose vein 那方面的 那通常呢 它主要這種情況呢 是有三大的症狀 那第一呢 就是那個 那個 環節呢 是很 很 很充滿 很脹這種 的感覺 第二呢 就是腫痛 soreness 那第三呢 就是一種 乳傷的感覺 這個通常呢 我們如果是我們的 治療呢 發作啦 或者我們那個 靜脈 腫脹 是出現之後呢 你有感覺這種這樣 很脹滿的感覺 痛痛 和一種 乳傷的感覺 那這個呢 就是 主要是 北美金柳梅的應用的地方來的了 好了 另外一個症狀呢 就是在 那個 痴瘡那個 肝門那裡呢 就是一種刺痛 出現刺痛 和呢 肝門的痕藥 這個呢 這個呢 德美金柳梅 應用在 痴瘡的 主要的情況來的 那 大家知道呢 其實痴瘡在 和療法呢 有很多不同的療劑 那 Helman-Manus呢 就是這種情況 一種刺痛 和一種痕癢的痴瘡 那當然呢 它脹是一個 很主要的了 那 那這個情況應用呢 就是在那個 肝門做過手術之後 OK 做了手術之後 那 通常呢 那 就是有些 譬如你會用 Candula 金盞花 先用一下它 那發現呢 那個效果 不是那麼好 那你就可能呢 就可以考慮用這個 北美金柳梅 是用一些高分能些 30-200 是用一些 肝門手術之後 然後呢 出現的便秘啊 還有呢 那個組織呢 是鬆懈了 鬆弛了 OK 那北美金柳梅呢 Helman-Manus 在這方面有幫助的了 那當然呢 是除了 這個的療劑呢 我們另外一種 叫Bellasperinus 那這個是那個 那個英國 英國初谷Bellasperinus 那通常這個 Bellasperinus 是怎樣用呢 是用一些婦女 生育小孩之後呢 生育的組織呢 是 是拔脹 即是撕開了 導致呢 鬆弛了 OK 而Helman-Manus 通常用的是什麼呢 是那個肝門呢 是受了手術的切割 跟著就鬆弛 然後呢 記著呢 那個Bellasperinus呢 是三十元仔 是拔鬆了 即是身體的肌肉組織呢 是 是脹了 拔脹了 拔鬆了 出現鬆弛 而Helman-Manus 呢 北美金柳梅 今次介紹的療劑呢 是當它開了刀之後呢 令它鬆弛了 那 靜脈總象呢 通常呢 即是 在用那個 北美金柳梅 是用在靜脈總象的問題呢 通常呢 有很主要的 典型的症狀呢 通常呢 就不可以站啦 站得久會差啦 以及走得久都是差的 那所以這個呢 一般的靜脈總象呢 通常有這個的 是這個症狀的 那這個呢 亦都是Helman-Manus 北美金柳梅 金柳梅應用的地方的 那這個還可以用在 北美金柳梅 還可以用在一種 一種掃口水 對那些 即是 那個牙肉出血 OK 有時候 比如去做了 牙醫那裏做了牙科的手術 或者拔了牙之後 那出現那些牙呢 那些不斷地流血 那這個情況呢 我們都可以用北美金柳梅 作為一個 朗口水呢 或者呢 是 用那個棉花 浸了一些 北美金柳 Helman-Manus 的丁劑呢 是直接壓落那個 流血的部位的 好啦 還有一個應用的地方呢 就是對那些黑眼 咳眼 即是可能呢 受了傷之後 即是出現黑眼睛 乳黑的眼睛 那通常呢 我們第一個療劑呢 想到就是那個 折骨草腺 Vitam 那第二個療劑呢 是Lidum 尤其是當你那個 那隻黑眼 乳眼 乳的眼的地方 是凍呼 冰呼舒服呢 那我通常呢 想到Lidum OK 那另外一個呢 是簡單一點 就是那個折骨草 Symbitum 都是給那些眼 被波撞傷了 漲到黑了 這個應用得到的 OK 那 好啦 那還有一個就是 講那個流血 如果我們說 就是比較暗的 那我就用那個 Helman-Manus 那如果流血是鮮紅的話呢 那另外一個和療法的療劑呢 就是那個硫磺 Fosphorus 那這些療劑呢 是對那些女性呢 是三十元仔之後 很好用的 那我相信希望大家呢 就是早些呢 就是預備好這些療劑 就是家庭呢 是鼻的療劑 可以說是基本的療劑的 對那個 生了十元仔之後的痣瘡呢 這個是首選的療劑來的 那當然除了這個啦 那還有那個 Cypia 那還有魚汁 那還有那個 Ballus Perinus 那還有剛才呢 都簡單呢 是介紹過呢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呢 是怎樣去應用的 好啦 今天呢 就跟大家介紹了 Helman-Manus-Virginiana Witch Hazel 北美金柳梅 希望呢 大家呢 可以學到 有機會呢 是幫到大家的 原醫生 剛才介紹的 同類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啊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沙甸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